国防部向美国采购12架P-3C反潜巡逻机 今天下午2点第一架抵达了屏东空军基地 这批具高度战略价值的胜利军加入之后 可以大大的提升台湾海域的安全维护能力 第一架P-3C反潜机横跨太平洋终于抵达空军屏东基地 降落时闪光灯拍个不停 国防部向美国购买的12架P-3C反潜巡逻机 25号下午2点半顺利抵台 军方还喷洒水柱以军力迎接 途上我国国贵的12架反潜机 历经机体结构与航电设施的翻修后 每架飞机可增加一万五千小时的飞行时数 军购金额也高达台币五百三十亿 在反潜机加入屏东作战之后 本国的反潜作战论务将可由现在的四个小时 应到十二个小时的作战时间 所以作战的时间会大幅的拉长 所以国家的空房 航道的安全 以及后续国家反潜作战的支持 会有相当相当的拉的值 不但空中滞留时间长 还可以结合水面与水底 三度空间的层层防御 而且P3C反潜机还具有全天候的征询战力 在机队成军之后 台湾海域的安全维护将如虎添翼 联合报 林巧 联屏东报道